基隆有一间知名素食店放在保险箱里面的26万现金被偷了 只剩下一些铜板 警方发现呢 这保险箱并没有遭到破坏 而且要能够进入这个保险箱去拿钱 这个需要重重过五关的 那么怀疑是内贼所为 素食店里监看保险箱的监视器 从下午4点过后就被人拔掉插头 到了晚上9点 接班经理打开保险箱时 却发现当天营收的26万3000多元钞票全都不见了 这看似一般的窃盗案 却让警方觉得疑点重重 原来没有钥匙 是没办法进到这一间官方保险箱的房间 而高90公分宽60公分的保险箱 两边各设有一组密码 下面还有两个钥匙孔 也就是说取出里面的钱 至少要通过五个关卡 嫌犯却可以轻轻松松 在毫无破坏保险箱的情况下取出钞票 苏石店一天的银耳儿明明不到26万元 保险箱内却放了这么多钞票 也让办案人员觉得不可思议 怀疑是店里的职员知道里头放有这些巨款 才动手心切 到现场的时候 监视器的电源的部分是没有 就没有电源了 是不是有内存同外回答 当然这些都不排除 保险箱钥匙有会计保管 密码只有经理才知道 而目前警方已经将当天值班经理 会计共七个人列入嫌疑犯 案情真相还要深入调查 中天新闻王嘉玲 基隆采访报导